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7日驳回了管中敏任命台大校长的领选结果 要求台大回到校长候选人推荐资格出审阶段 台大学生会不仅发出声明抨击教育部 不断规逼问题 让台大的校务改革陷入停滞窘况 台湾清华大学现任与前任等四位校长在29日发表清华宣言 认为教育部侵害学术与民主自由 要求收回台大领选事件成名 台大校长领选委员会选出管中敏担任新校长 但是谁也想不到这是一连串风波的开始 国立大学的主管机关教育部提出许多理由 认为台大的领选过程有重大瑕疵 对管中敏个人也提出质疑 教育部寄出了重重关卡 从管中敏被选任为校长后 延宕了将近四个月 却迟迟无法上任 管中敏曾经担任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 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面对蔡政府执政时 屡次遭到教育部阻挡管中敏上任台大校长 民传大学新闻系主任孔令信表示 台湾政府的政治角力触手 已经深入台大校长领选 基本上我必须要澄清的就是 关于政治力 管中敏他这方面认为政治力 是因为在部负责所有的决策 所以实际上你又是政党 所以政治力操作应该是 你拼而一举可以做到的 所以那么整个批驳事件的话 就代表说这是政治力上操作 但是反过来呢 行政院发言人说他们府院都没有介入 是对的 府院没有介入 但是府院特别是吴焕坤在上台之前的时候 是赖院长特别通知他 然后征照他 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说 这是应该有的 就是你可能接受这个任务赋予 你要处理管理管理 教育部的确介入太多 包括田教长潘文忠 他的介入从一开始 一直到最后他自己宣布辞职 然后这个东西过程里面 包括发的公文 他发到有发到公文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到精彩 那接下来就是他自己在 这个请辞那个书里面 就是说有政治力介入 所以他需要以后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延伸了 就这样而已 台大学生代表会议长周安吕表示 自从管中民被选为台大校长后 政治斗争势必无法避免 我觉得打从管中民说要选校长以来 这个政治力介入是绝对是难免 只是说他介入的合不合理 因为管中民其实说他是教授 不如我觉得也是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虽然他在学术发现 确实很杰出没错 但是反正就他这个身份来选 一定会引起一些关注跟政治角度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当然重点的是 教育部现在的做法合理不合理 就先知道死人的问题 台湾大学校内已经吹起一股 大学自治的风潮 在台大的精神象征 附中周围也围满了黄丝带 要求政治角力退出校园 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大学自治 必须尊重台大的校长领选结果 周安吕也对现况下的大学自治 提出自己的观点 设计的核心就是大学自治的界限范围到底划在哪边 关键问题就是教育部有没有权去改变 林选委员会林选的结果 对 那这个就算是工法学者里面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对 但你可以说这些有的学者 历史形态也非常重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各自有一些各自的道理 教授来说观察临时校务会议的开会结果 而且确实教授应该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庭管的 可是学生的部分其实老师我觉得风向很乱 没有真的做过什么具有意义的抽样调查之类都没有 只是看一下PDT跟FD上面的留言这样 不知道 就是讲什么的都有 可是就等下回到那个核心啊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大学自治的界限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大学要自治最好 可是那教育部可不可以发挥那个监管的力量 就是一件法未明文 然后需要经过解释或者是一些案例 才会知道他的界限的一些事情 台大学生会在上周六已经发布声明 台大学生会长林彦廷指出 教育部不愿意解释清楚 不断回避问题 必将造成台大学生的疑虑 并使所有的高教工作者 必须面对模糊的学术工作标准 对于国内研究发展 与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极度不利 呼吁教育部应该负起早该承担的责任 谨慎厘清所有争议 并对台大学生和所有民众清楚说明 我应该会在大概几周之内开工厅会吧 因为学代会其实有预算也有能力去举办一个 可以让学生甚至老师的一个场域 来让大家讨论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其实讨论的重点甚至可以不局限在 要停完卡管这么单一的层次上面 总之卡管或停管在选择上面 就是他们无论什么可能都会 教育部有些部门选要抗争 那如果比较激进的人就比如说 我们不要打官司 直接去要求教育部改变成他们想要的结果 那如果你觉得比较温和而言 都可能会支持打官司 可是你换来的结果就是 台大必须要这两三年都要带你上场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值得讨论 所以就会想要开宫廷会是这个意思 教育部认为 管中敏同时兼任台湾龙头电信公司 台湾大哥大的独立董事 其中台大的林选委员当中 也包括台湾大哥大的副董事蔡明星 在管中敏没有主动揭露身份后 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台大学生会长同时也是林选委员之一的林彦廷反驳 在教育部的校长林选相关规定上 并没有明确的条文指出 利益规避的要件 更表示 管中敏已经辞去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的职位 蔡明星有没有需要规避林选委员存疑 教育部所认定的经济法律上 重大利益回避的判断标准 是由林选委员会决定 或是由教育部拥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都是教育部应该说明清楚的 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 质疑中原院院士管中敏 在讨论会中的论文有抄袭嫌疑 同时期 教育部也对管中敏 有前往中国任教仪式提出质疑 但是在经过厘清与判定后 才发现一切只是乌龙一场 张廖万坚指出 管中敏的论文与某校硕士论文 文字雷同 有抄袭的嫌疑 但经过查证后 发现是该硕生论文 引述了管中敏 尚未发布的论文手稿 中央研究院也澄清 该研讨会实质上 是让各学者相互讨论未发表的论文 以让各自研究更完善的场合 并非远景的学术论文 台大校长临选委员会 发函询问中央研究院后 发现此案根本没有达到 学术伦理成案的标准 因此认定不成案 管中敏遭教育部质疑 前往中国厦门大学兼课 兼职 教育部一度会整各方面 检举的31项争议 并两度召开 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 厘清相关争议 然而后续包括内政部长耶俊荣 新任教育部长吴茂坤等人 也先后被爆料 曾赴中国活动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多次召开记者会 要求以同一标准 检视所有官员 在经过调查后 教育部次长林滕娇表示 并未发现管中敏在兼职 兼克上有违反重大行政规范 反复的说辞 造成台大校长任职的延宕 台大学生会在教育部宣布 退回管中敏的临选结果后 火速发布声明 认为身为高教龙头的台湾大学 也因为校长真空 校务行政团队的不确定 在受关注的社会责任中缺席 同时强调 教育部虽然驳回管中敏的任聘案 但若无法厘清质疑 而模糊说明 事件不会因此落幕 只会引发更多争议 台大师生积极以待 下一阶段的开始 学生会也会呼吁代理校长郭大为 以及台大全体行政团队 重视学生意见 台大校务之推动与改革 不容停滞 台大校长的领选风波 从学校的校务问题 延烧到政府两党间的政治角力 引发社会关注 未来在政府职权与大学自治的拉扯上 要如何取得平衡 还仰赖各界讨论的结果 台大校方在4月30日传出 可能对校医部提起行政诉讼 台大正式校长的上任 恐怕还有得等 明镜新闻连线记者黄仁杰 采访报道